那在這,從那麼小的時候到長大,我其實都很聽她的話,所以常常都是她安排的 嗯,不要 我從小就很愛唱歌 那媽媽也知道,之前無名小站他們有一個活動,就是要post你自己的影片 那我是po,我唱Nora Jones的那個影片,跟一個我彈鋼琴,一個小的爵士曲子的鋼琴 製作單位他們就在我的無名留言給我,然後跟我說,要我跟他們聯絡 她想說,我這麼愛唱歌,好,那就讓我去參加 其實一開始會接觸到吉他,就是因為我從小看爸爸,就是他會彈吉他,然後彈很多老歌 他一直到國中比較大的時候,他才去接觸自己,開始練習彈 好,這就是 好,這就是 一 二 四 今天天氣有點冷喔 那先來一首天堂的歌好不好 好 Galaxy Chirp Piple 或是說 Bass 當然大部分都是我自己摸索出來 一首歌你可能彈個十遍 彈個二十遍 你今天累月的彈 到最後那個東西就會變成是 就是我的經驗變成是我累積起來的功夫 其实那个时候还在练书 常常冒着被开罚单的风险 骑摩托车四处赶半 我最高纪录是 从我买车开始 我骑坏了三部摩托车 他声音一出来 就马上可以感动到所有的人 我自己的角色比别人都来得感性 可是我很内敛 你一天的真情可以流露几次 我觉得这东西其实除了天分之外 你还要能够释放你的情绪 那这一点在我身上 其实我还一直在找 还一直在找 能够让自己释放的原因跟点 其实他做的坏事我们都懂 没有什么不同 眼光闪烁 爱没流动 闭上眼当做听说 就好几次我自己在家里的时候 就是会突然 就是我会觉得 是爱着 爱着只是一句 是乐观 在每时间的 分出的11分 又变24分 是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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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会觉得说 这短是我想要的 然后现在我是觉得 其实我 我真的必须承认我 我真的那两集 拿到那么高分 我自己觉得 蛤 怎么会是我这样子 我也潜藏 我也想说 不行 赞明我好厉害 黄美真好厉害 赞明好厉害 大家都好厉害 就是会觉得 一直拿别人的藏出来 压自己的短处 然后后来我才想通 就是 其实我要比的人 是我自己 相信这个它不一样 却又再一次受伤 应该是说 现在 我不能再纵容自己了 所以 我觉得我要 比要 绷得更紧一点 可是我 乐于承受 这样 我代价 代价 代价 只是一句 傻瓜 之前就被交到公司 就问说 伊蓉你会不会跳舞 然后我就说 我不会跳舞 可是我有律动 然后我又看大家 跳得那么好 我又觉得很怕说 自己 表现不好 一点动作都不会这样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 很担心 刚开始在学的时候 老师都有跟我说 不要紧张 因为我都非常紧张 身体都是僵硬的 可能因为我 对跳舞没有很有自信 所以 我身体僵硬 而且动作也都放不开 动作非常小 眼神也没有什么自信 我们以前是规定不能听流行歌的 不能有任何一片流行音乐出现 你这样拍我会想笑啊 可是我笑的时候就不见了 你要画大一点吗 笑的时候我就说进去了 我把它画下来点在这里 这一颗才对 怪怪的 一二三 各位观众 厉害了 古典妹要变成夜店咖哦 欢迎我们的林怡荣 我看你 一起立鼓掌 一起立鼓掌 可看性越來越高啦 各位 梁文英來啦 牧師他對我的期望很大 他就說你要做一個讓人家尊敬的人 就感覺說 我唱的歌就代表我 我是我 我的形象 尤其他上一次看到我媽媽來那一集 所以他就說 這麼多歌可以選 為什麼你要選這個歌 我就很不知道怎麼講 我就說目前這個階段 我只能聽製作單位的安排 就是 我就 我能唱就不管什麼歌 就